老外对得很 香港专题属于中国 而你该找个工作 激进示威者香港机场刁难 为赌澳大利亚人被硬钢 8月12日香港反对派号称要在香港机场搞一个百万人接机活动 在此期间有激进示威者和疑似港媒记者屡次刁难 为赌一位来自澳大利亚的外国人 结果被硬钢 香港属于中国 这是世界公认的 你应该去找个工作 去找个工作吧 激进示威者和疑似港媒记者屡次围堵 刁难围堵一位澳大利亚人 环球时报 环球网赴香港特派记者赴国豪舍 今天12日20时23分 环球网环球时报记者在香港机场发现 有激进示威者及部分疑似港媒记者在后机厅为赌一位外国人 这位外国人说 他来自澳大利亚 从中国内地入境香港 已经在中国生活了6年 在近20分钟的时间里 记者听到 激进示威者一直在重复表达同一种意思 即你只是在考虑你自己的问题 因为航班被延误而不满 而我们在花费自己的时间保护香港 高高在上之姿态一余言表 而对于激进示威者的反复追问 证明澳大利亚人同样坚持自己的观点 从一开始被问 即你认为香港和中国内地是否一样时 澳大利亚人就一直不断强调香港和台湾 专题都是中国的一部分 这是全世界认可的事情 同时当对方表达出我们花费着自己的时间保护香港时 这名澳大利亚人直接打断了对方的话 连说三句你应该去找个工作 去找个工作吧 视频截图在随后的几分钟时间里 激进示威者依然在反复不断地展示着高高在上的姿态 甚至表示香港的体制遭到破坏 这名澳大利亚人终于忍不住反问 告诉我一件事 到底是谁 是谁破坏了香港的体制 谁 对方尴尬地呵呵一笑 逼而不谈 故左右而言他 这位澳大利亚人后来又追问激进示威者 香港政府到底哪里有问题 对方只是范问他知不知道所谓五大诉求 香港属于中国 这是全世界都公认的事实 这名澳大利亚人再次表示 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